哈喽小伙伴新年快乐呀 那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 我觉得呢在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事 就是跨年这件事了 因为我老了一岁的同时 你们也老了一岁 好了那么不开玩笑了 新年新气象 我觉得在这个崭新的开头 就应该有点新的东西 所以我打算推出一个全新的栏目 秒懂达芬奇 来代替之前的达芬奇三分钟 确切的说我计划将这个栏目 制作成一个视频百科 每期只和大家分享 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技巧 时长会控制在一分钟到两分钟之内 同时视频的名称也会以它的内容命名 这样更方便大家将来搜查和收藏 至于更新周期呢 随机 好了那废话说太多了 今天这期也算是 秒懂达芬奇的第一期内容 所以我们先来分享一下 很多小伙伴在使用模板时 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安装了有些模板 在Fusion里看不到里面的节点呢 就像这样 一个红节点 怎么才能变回 可以展开编辑的组节点呢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解决起来 只要三步 第一步准备一个文本编辑器 大家可以使用记事本 Edit Plus Sublime Text VS Code 或者是直接在线编辑都可以 当然 Word是不行的哈 第二步 我们找到Fusion中的红节点 Ctrl加C复制 就是那个最普通的复制文件的那个复制 然后打开文本编辑器 Ctrl加V粘贴 看到了吗 这就是最神奇的时刻 节点实际上就是代码 代码其实就是节点 那接着我们找到上面的这一行 什么什么等于Macro Operator 将它改为Group Operator 这里一定要注意大消息 改完以后 Ctrl加A选选 Ctrl加C复制 第三步 我们回到Fusion中 删掉之前的红节点 然后在节点区 直接Ctrl加V粘贴 不出意外的话 红节点 此时此刻就变成阻结点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双击 展开里面的内容 然后随意的修改和编辑了 OK 第一期的内容就是这样了 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这个市场 和一起一个小问题这种形式呢 那么这个栏目 我是打算朝着170座的 所以记得查点点赞 关注我的频道 搜挂我的店铺 好了 那么我们下期影片后的大分期再见咯 Peace